不光是在匈牙利 欧洲都家喻户晓的一道菜 匈牙利会牛肉 有酸菜油的味儿才对 淡的很稀采嘛 对吧 匈牙利会牛肉 也叫不辣食 二伯 赶紧做 好好学英文 二伯 我到荷兰Amsterdam的时候 吃的第一顿饭 就是这菜 都用牛里皮做 但是我个人认为 用牛腩 牛肋条更香 因为它这肥瘦香肝 辅料有牛肉粉 完了这是特级红椒粉 香叶 小茴香 酸奶油 最后出锅的时候 咱搁点酸奶油 它会更香 大家如果要买不着的话 也可以用酸奶代替 也可以用淡奶油加柠檬汁代替 都可以 天气渐凉了 第一 就是尽量少吃凉的东西 然后吃上什么 热的东西 你看这牛肉 牛肉呢 而且在肉里边 这含打勾纯比较低的 就这么大小 核桃块 人家本身西餐 说实话 这西餐那种烹饪计划 在营养方面确实有时候要用于中餐 你看就常吃牛肉的人身体就是壮 包括好多养牛的国家人 他们对那条肉他不认为最好 他们也是认为什么腿肉啊 什么这米龙啊 但是其实好吃还是肋肉 这方面就是西餐跟中餐的认知还是差一点 你看徐萌为什么要用牛腩啊 他因为他的血统里面有中国人的血统 不是有中国人血统 就纯纯正正是中国人血统 真的 你说这家伙 真的录着录成外国人了 咱们再切一点洋葱 中餐的牛肉有的时候要焯一下 是吧 西餐的牛肉做的时候 甭管是炖呀是什么 都是煸一下 不会过焯水的 焯水它会影响营养成分的流失 你要是煸出的东西更香 是吧 我们俩在一起三十多年 二斑学到了不少知识 而且西餐的还有一个煎的牛肉啊 不通老翻 是吧 让它上色定型 你看你看这不动的啊 一会儿这底儿就上色了 完了 你看是吧 你看看这个大哥 我给你随便拿两块你看 上色了 这就变得了 这就跟中餐的红烧肉似的 完了 这儿看见吗 这个小葷香 咱们倒这个凿子里 你不要放到一块 不用 咱凿一下 我记得匈牙利没有这个玩意儿了 匈牙利有大嘴唇呀 因为咱不要面 咱要碎 不光是在匈牙利 包括在欧洲都家与户晓的一道菜 咱把这个小葷香倒出来 咱把擦着这个 咱把这皮给擦出来 就要脸柠檬皮 中国有句老话的 我们要脸不要皮 你说他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还有句话叫没提名利 谢谢哥倆 谢谢哥倆 七餐好多都用这柠檬皮 特出的味儿 把这个柠檬皮搁进来 跟那个小葷香搁一起 我们把这个黄油搁进来 把这个柠檬皮跟小葷香 搁到这个黄油里边 咱们先喝一点洋葱一会儿 边边蒸蒸香 炒到这个程度了 柯姬红椒粉加进去 好 香叶给它炒香 就得炒到这种干香的程度 因为这道菜 烧的时候 烧完了以后不用带汁 也是把汁都给收进去 把这个特级红椒粉的味道 也让它充分炒出来 挥发出来 烹一点红酒 大家如果有条件最好用干红啊 这是黑胡椒吗 对 加多加进去 国外都是我们拿鸡架子 洋葱青菜胡萝卜 完了那个香叶 做的鸡水 肯定是不够 再加点水 因为它鸡水便宜啊 用不起鸡汤 把牛肉粉加进去 我们加一点烧烤酱 这个呢 我们应该用西餐的烧汁 但是咱们这儿没有烧汁 所以再烧点烧烤酱 加点牛肉粉就带地烧汁了 我们把刚才和的这个小滚香 柠檬皮和这个黄油 加入到这个汁里 如果我们正常的炖 关掉去小火啊 开锅以后50分钟 50分钟以后 加上胡萝卜 要再炖40分钟 那咱为了快 咱可以省个阿谷 对吧 但是在家里不着急的 我还是建议 咱就用小锅慢慢炖就行 咱30分钟吧 因为干阿谷咱炖完以后 一会儿泡上胡萝卜 咱得收汁了 30分钟 完了咱现在把胡萝卜加来 你看这个手烂动 嘿家伙 完了把胡萝卜搁进去 咱焖一下好吧 来 咱去焖上焖一下 焖5分钟 把它再蒸 来拍一下 来 没事没事 嘿家伙 你看 来咱们倒出来 休息我来端这个 没事 嘿家伙 好嘞 再搁几个小洋葱 猴哥 那个最好 也是为了增味 也是为装饰 咱们尝尝 如果要需要加点盐 加点盐就够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 这个菜咱要的就是 除了刚才我做的柠檬皮 和这个小温香 要它的原肉味 你再拿一柠檬锅搓点皮上面 再增加点的香味 对 你看它汁越瘦越浓 是吧 咱也没有割面子来啊什么 什么都没加 是吧 大哥 你看它这汁越瘦越浓 看见了不 有著名的马牌大师孙先生 大哥那儿 有这酸菜油的味儿才对 就是正西三个对吧 可能中国人吃不蘸奶油的 但是欧洲的味道 它一定是含着这种酸菜油味道的 你别小瞧这柠檬皮 我觉得这点味儿啊 非常均匀的淡淡的 你一定吃说 在想 这里边有柠檬皮 马上这个味儿就好像在你味蕾上 就呈现出来了 您看这颜色 当时做的时候没颜色 煮了一会儿 蛋黄了 对吧 但是出锅的时候的颜色 就达到了这种棕色 咖啡色 其实这颜色还有一个来源于哪儿 来源于咱煎牛肉的时候 它底下那个美拉德的那个 那个微糊的嘎巴 其实这个做菜跟做人一样 其实它把最好的东西 你看没有 都碰到这个牛肉里面了 但是留给自己的是吧 全是秃 头是掉了 你看你看做人很成功 哈哈哈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万古 吃饭不含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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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